现在我想解释如何可以用TrackGPG 做自动的marking 第一样,所有学生用TrackGPG 做的事情,在聊天,来回的对答都会录下 录下之后,其实问题是哪条题目呢? 其实我们的TAS ID,学生应该做不同的题目,应该录下TAS ID 但有时的学生没下来,我现在新玩,我只是用Filtering Based on 学生的时间,email 去拿回他的communication record 出来 这里就是个例子 有个学生一班,有小准ID 类推 其实现在的问题是拿了这个 record 出来后,他有一些对话 其实这次的探索就玩一下,我就叫他作编文,叫I go to school by bus 看谁做得好笑点,谁最便宜,最省钱,指数也要对 其实这些是一个条件,因为我们口述地叫他做了些事情,看他做得如何 其实很多文族都不等了,但由于他没有下TAS ID,我也觉得看得不正 但也无所谓 就会怎样说,除了上面有comment之外 好,我有计分的,第一条规矩 看看聊天有没有效率 其实有很多人常说错东西,猜猜猜猜猜 如果不会的话,其实他就会高分 然后第二条规矩就问 其实我很看钱的,用Token 其实用得多不多,其实没理由做一条功夫用这么多Token 就是花了很多资源 花了资源多,就是那个人不聰明 就是常常回答错东西,或者问问题问得不正 那我们就说,要用得多Token 每一千个Token就扣它0.5分 接着最多是3分,最后是0分 即是10分入有3分,是看用Token 那有的,其实第三个概念就是 好看学生使用什么模型 因为其实你经常杀鸡,不需要用牛刀 你偶偶查GPT4,其实很贵 其实你可以用一些差点的Model 即作课文未必需要查GPT 还有其他更便宜的Model 即是你简单单想做一些Task 你要懂得选择不同的模型 以及下不同的Parameter 去令到你那个条件优化 那这个就是目标 那目标呢,其实就是 最后,你要跟我解释你的分数 可以不可以,即是根据上面的条件 解释我听,他给我给了分 然后解释我听 那我output,我要去出Json 因为其实这里我会吃Json 那吃Json,其实就是 你给了分给我,给了comment 分就会populate,然后有个respawn 那就是有分 那我第一个人觉得,哎呀,刚才我重新了 不小心,我继续学生先 那我要继续学生 那我们要继续学生 那我们先按一下 那,这里我先吸起它 那这个是Json的tempay output 那现在的AI就走 那走呢,其实就是计算了分 那其实很个人 哎呀,那个conformation 就跟JackBee聊天 都算是effective的 那接着又说,哎呀,写得都不错 那就定义正常 那但问题就是,学生有grammar 错了扣分,几个人 但又来看见,token用太多了 就是用3000多个token 所以要扣分,对不对 因为我1000个token 就要扣0.5 扣了3000多 扣了三分减 扣了三分减,减减一些分 那接着,用了多少钱 用了一个多美金 那其实呢,我目标呢 就是可以用5毫指 就是,就是total cost less than 5毫指 那一定要 那变成了,你这样用法呢 其实我都可以给,那 少过5毫指给5分 那其实少过5毫指给5分有2分 那变成了,它就直接跟我计算分 然后给我给个comment 给学生看 那中间的过程呢 就有个... 即是有个... 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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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完一大论后,封了底 用了多少钱 然后是提到token 然后给个marking scheme 然后叫我出资神 这个就是本身的... 就是那個計分,即是Post上去CheckGBT的那些東西 那樣的示範就差不多了,其實舊有open source有興趣,可以自己玩一下